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高烧研究所 我是Jason 今天又给大家来分享这个Calloway的Apex MB 为什么说右呢 其实昨天我已经录过一遍这个的测试视频了 但是因为设备的故障缘故 很多地方都没有对焦 很模糊 所以今天重新给大家录一遍 这个目前就我所知还没有上市 而且在网上全网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信息 所以目前还不能公布 等到现在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Calloway一直以来 其实说实在的它们的刀背非常非常的少 我打过很多年前的一款叫做X Prototype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手感非常好 然后这一次我看到这个MB 我觉得算是在众多MB之中 脱颖而出非常漂亮的一款吧 因为可能最明显的 大家就能看到底下多了一个配重的设计 而且整体的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这种断面磨砂的感觉 然后肝头的大小当然是非常的犀利了 能看出底面非常的薄 顶面也非常的薄 虽然并不是特别的小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跟我的老虎铁杆比一下这个大小 基本上肝头大小应该是差不多大的感觉 肝面应该基本上也一样 但是老虎铁杆这个部分要稍微长一点感觉 而Apex相对来说感觉传统一点这个长度的感觉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断面磨砂的效果 所以看起来没有老虎铁杆那么锋利 而且它的干面的这个凹槽设计的亮度 我觉得可能大家从这个角度能看到 就是它的凹槽非常非常的亮 就像有一堆一堆白线一样 相对来说这个就没有对吧 所以它的干面的纹路 Score Line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亮 干面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令我非常非常惊讶的就是它的容错性超乎想象的好 其实我感觉很久没有打过这么容错的刀背了 而且昨天给我同事打了一下也是这个感觉 就是莫名其妙的非常好打 就是它的一打程度跟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不相符 即使打的比较不甜 球速也还很快 而且基本上方向是比较直的 所以昨天因为我觉得在这测试的感觉太好了 所以我就刚好因为有它一整套 我就整一套带去下场了 虽然4号铁没有带 我带了5道批到场下去打 打了红滑 基本上铁杆在头一两杆 因为刚开始没有适应的时候打的效果不太好 但是应该从第三杆开始 基本上每一杆都打的非常的扎实 而且虽然它距离是比我正常预计的要稍微短一点 但是好像越往后打距离就越正常 基本上我打它大概7铁在155 然后6铁在165 5铁在175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像这一杆 我的6号铁打上火灵了 因为从球通的角度看 他跟我说我打了这个落点大概在旗杆那 所以他跟我说 这都大了 那我真是应该打7号了 但是上到果领去看 落点在这儿是吧 对 最终在这儿 6号铁 铁球效果真好 对 非常超乎想象好的神球能力 这什么新招式啊 总体来说我觉得Apex MB这套铁杆容索性非常的高 手感当然也不差了 对于刀背来说虽然没有那么的经验 但是也算是比较好的 但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设计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不过当然还是提醒普通的朋友 如果你不是特别高的水平 刀背肯定还是会比较难打的 但如果你想在难打的刀背里面 挑一个容错比较高的 我觉得可以试试这款Apex MB 进了